我們今天的訊息說到 人對基督的降生不同反應 大家左邊的圖看到 牧羊人去找耶穌 他們找了耶穌還很興奮 為什麼興奮呢? 聖經沒有說興奮 不過他四處去就是興奮 天使沒有叫他這樣做 他自己自動做的 四處去,即是說他們很開心 下面就是那些博士 由東方來的博士 來拜耶穌 但是希律王聽到 是很想殺基督 所以把伯利行周圍四境 兩歲之內的嬰孩全部殺青了 因為想滅絕基督 但是神有他的保護 而大祭司其實很懂聖經 他懂得回答希律 他懂得說基督是生在伯利行 但是他自己不關心 他沒有去問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有什麼原因? 當時不知道 其實希律問他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博士都在? 是否因為博士先問希律 希律就問那些祭司和民事 到底是否同一個場合 還是分開場合? 那麼大祭司都可以問問 為什麼希律王你會問? 為什麼你會想了解? 因為這件事很緊張 他們等了很多年等基督來的 但是這個大祭司一點都不緊張 一點都很關心 所以我們看到對於耶穌的降生 是有不同的反應 同樣我們的內心到底是什麼反應呢? 好了 這裡就是說到希律的反應 我們一起讀 馬太福音二針一節 當希律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行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那生下羅作 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 特來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當時希律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行 已經出生了 有幾個博士在東方 這裡說幾個沒有說到三個 不過因為他帶了三樣禮物 所以很多人認為是三個博士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他說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 在哪裡呢?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這件事是比較特別的 為什麼看到星就知道呢? 我覺得神是有特別的啟示 感動他們 有可能這個星真的很異常 跟平時不同的 超光超大 他就很奇怪 有這個感動 有星也不代表去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 但是他們有感動一直來 也說那個星一直帶著他們 奇怪的地方就是希律王聽見心裡不安 因為他其實孩子出生了 那你自己有多少年呢? 你自己有多少年命呢? 你到孩子長大 有段時間還沒到他 但是他也很害怕 因為這個希律王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人 他又殺了他的太太、殺了他的岳母 又殺了他的兒子 他誰懷疑他就會殺的 這個人就是一個很凶殘的人 不過神又用他 他為耶穌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是做什麼呢? 重建聖殿 其實當時有聖殿 不過他修理 不是整個重建 是將它修理和擴展 因為在主持五百多年的時候 這個聖殿毀滅了 從重建 重建之後 五百多年 很多東西都爛了 但是當然那個架一樣在這裡 一個聖殿在這裡 不過真的很殘舊 希律王其實不是為了神的緣故 是為了討好猶太人 他希望猶太人看到他的善意 希律王是很特別的 很喜歡建築的 我們也去以色列的時候 曾經見過什麼呢? 他建築的東西我不是全部看到 不過有一個其中建築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擺阿伯拉罕和薩拉 有沒有以色瓦國呢? 我忘記了 好像沒有提到的 阿伯拉罕和Sara 當作是他的墳墓 但其實未必有骨頭的 即不是一定有骨頭的 而是他在這個地方來紀念 很多人去排隊 而那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 即是很大的石頭建造的 這個就是希律王的特色 而他建這個聖殿重建他 也是很大的石頭 有些幾百噸這麼重的 有時都很難想像他怎麼建 這個希律王 但是他很害怕 聽到猶太人的王來 他就很害怕 其實只是一個寶寶而已 但是這個就是人的缺乏安全感 他就想要殺耶穌 所以就把八里行四景的嬰孩 全部殺了 但是奇怪的是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 那些是以色列人 他們是等著救主來的 聽到猶太人的王要出生 應該他們很有好奇的心 應該真的想知道是誰來的 去看看他 你想想如果我們是當時的人 當然會上去看看 其實當耶穌在第八日行葛禮的時候 去到聖殿 也有兩個人 就是西面和阿拿 兩個人歡迎他 應該以色列人聽到 這個救主降生 基督降生 應該是會很歡迎 很興奮 起碼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 去看看 如果是我在 因為我有一個 時事都會研究的心 我會去看看 我會訪問藥室和瑪利亞 我說 你怎麼知道耶穌是基督 為什麼有什麼事發生 我會問他這些問題 我不會只拜完就離開 我要去救主 我一定要去拜祂 我也會看看耶穌的反應 我會去觀察耶穌的反應 他跟普通嬰兒有沒有分別 這些是我的思想 即是我的思想 我什麼都想了解 研究 所以我對於神的證據 我很研究 什麼都深入研究 對於聖靈工作 我也研究 對於被提是什麼時候 我也很詳細研究 是發現災後被提 聖經很清楚說的 不過這些猶太人 他們不單是沒有興趣 是不安的 下面我寫了原因 為什麼 希律王因為怕基督奪他的胃 所以就不安 這個通國就不用滅亡了 因為他們就怕 那些羅馬人來滅他們的國家 當羅馬人看到 咦 你們有個王 他就來滅他的國家 所以他就說 他為我們死 是對的 他就沒有想到 這句說話應驗神的方法 神就是叫耶穌為我們死 讓我們不用死 他的意思就是 耶穌死了 讓猶太人 當時不會被羅馬人殺 但我們來說 就是不用落地獄那樣死 好了 我們看到他的不安 他就召齊祭司長 和民間的民事 召齊他們 就問他 基督應該生在哪裡呢 他就回答在猶大的伯利行 因為有先知書 尼加書那裡說到 猶大地的伯利行 你在猶大諸城中 並不是最少的 其實他是很小的 很小的 不過他說你不是最小 因為將來有一位軍王 在你那裡出來 牧讓愛以色列文 他的根源從太初就有 說到他的根源 是從太初就有的 這位來的軍王 所以他就說 這個就是 伯利行的地方 祭司聽到希律王詢問 下面那些字 關於基督 但他因為不信 他就不認真去了解 沒有問到希律 你為什麼要問呢 也沒有去查究 因為其實當時來說 在新約時代 有很多是薩德哥人和 法利塞人 他們的信仰是不同的 法利塞人是信 有復活的 還有有永生的 薩德哥人是不信的 但是法利塞人 他們只是守規則 還有很自義 覺得自己做了規則之後 就很優勝別人 還有很喜歡顯露 他們做得好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法利塞人的問題 就是他驕傲 還有正是追求外面的 遵從神的律法 但是薩德哥人是更加離譜的 是很離譜的 他們只是信摩西五經 還有他們不信復活和永生 如果大家記得 在涉蘭傳有記載到 保來有一次傳道的時候 他就知道那裡有薩德哥人和 法利塞人 他就在這裡說 他說其實我受迫巴 是因為為了死人復活 他們兩幫人就在爭辯 那一幫人就說有復活 另一幫薩德哥人就說沒有復活 當時的祭司 多數都是薩德哥人 所以他們不信復活 其實就是不信聖經 還有他們只是信摩西五經 我們去過在耶路撒冷那裡的會堂 他們發現會堂裡有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他們找了一件東西包得很穩固的 即是有一件東西 它不是普通東西包的 是好像一座東西一樣的 包著什麼呢 是摩西五經 他們到了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開了它 然後就把摩西五經拿出來 真的好像看得像神一樣的 即是歡迎神 來到然後宣讀摩西五經裡面的說話 他們就只是看重摩西五經 就沒有看重先知書 其實摩西五經都有預言到基督來的 但在先知書裡面是講得最多的 先知書和詩篇有講到基督要來的 但是他們就不看這些 可能過去兩個星期 我就會看以賽亞書的預言關於基督 很清楚是應驗在耶穌身上的 祂為我們死的 不過現在的猶太教是什麼呢 他認為在以賽亞書的受苦的仆人不是基督 他們認為是誰呢 以色列是受苦的仆人 我會在兩三節之後查經就會顯示 看怎樣重聖經 是很明顯不是講以色列 而是講到基督為我們受苦的 其實有些猶太人 他們看了這個以賽亞書五十二章五十三章 他們都說 這個不是你們新約的嗎 這樣講到這個仆人受苦 他以為這是新約聖經 不是你們的聖經 是你舊約聖經 是你們的聖經裡面有預言到 耶穌會這樣為我們死的 但是他們不相信 所以殺到那些人他們都不相信 其實他口就說 基督當生在伯利行 但是他心不相信 所以一點興趣都沒有 而到了後來 到了耶穌被審的時候 祭司長問他 你是不是基督 他說是 還有我會將來架著雲降臨 那應該祭司就說 那為什麼你說是基督 就是應該去問一下了解一下 你行了那麼多神跡 聽到那麼多神跡 尤其是叫拉撒路和死女復活 因為這件事 很多猶太人都信了耶穌 還有耶穌說的話 是真的很有權勁 趕鬼、醫病 就是很多的神跡 他應該去了解一下 但是他一點興趣都沒有了解 只是說你是蝕毒神 於是就定他第一十字架 這個就是當時那些世事 那種反抗神 對神的事沒有興趣 雖然他們是跟從神 但是只是跟了規條 今天在以色列當中 其實有很多以色列人信了耶穌 有一個組織叫Jews for Jesus Jews 即是猶太人 For Jesus 為耶穌的緣故 你會見到很多見證 而且有很多猶太人 他們就問神是誰 你是誰 接著見到耶穌 接著他們就向那些猶太人作見證 但那些猶太人就很反對 因為他們說 信耶穌就會被家族拒絕 信耶穌就像反叛國家 反叛他們的家庭一樣 其實人的心真的很硬 即是他們不會去了解 為何那麼多人信耶穌是基督 他們不去了解 他們不去查究 只是說我們是不信的 於是就不信 這是很可惜的事 到了末期的時候 猶太人 以色列人 應該是很大規模的信耶穌 那時候他們悔改 不過在這個時候 他們仍然是心裡剛硬 不過有很多猶太人信耶穌 已經是送了很多 而且在以色列有很多Messianic Jews 即是信尼塞亞的猶太人 他們信耶穌就是尼塞亞 我們看到兩種人的反應 一個是祭司 一個是伯利行成的人 他們都真的沒有什麼反應 並且不安 但是在伯利行的野地就不同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 《路加福音》二章八節 在伯利行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庚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受甚懼懼 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懼 我報給你們大器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位的成女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這幫牧羊人在野地那裡牧羊 看守羊群 忽然間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忽然間在黑漆漆的狀況 他們可能有小火的 有些火讓他們有些暖 或者有些光 忽然間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四面都有主的榮光充滿他們 他們第一個反應是很害怕 我猜他們也有一個反應 是不是神的榮耀降臨呢 神的天使降臨呢 他可能會這樣 不過他第一個反應已經是懼懼的 如果我在這裡在場 我一定會很好奇 一定會問這個天使 跟天使聊天 拜託我和你聊天 可以不可以問一下你的問題嗎 我一定會問一下他 天使對他說 不用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他說不用怕 因為我報給你們一個大喜的信息 所以我們現在叫做報佳陰 報佳陰就像天使所做的 報佳陰報這個好消息 就是關乎萬民的 這個很清楚 一說就已經說到萬民 有一個教導叫做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他是信什麼呢 他說其實耶穌尼 就只是救猶太人而已 不過猶太人不信 於是神就轉了 就救外邦人 他說初頭不是的 但這裡一開始就說 是給外邦人 所有人在這裡關乎萬民 一開始就說關乎萬民的 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全人類的救主 就是耶穌基督已經降生了 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天使 下面一字 天使有主的榮光 我們將來都會有主的榮光 我們將來都會充滿榮光 主的使者就跟他說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臥在馬曹女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 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眾天使離開他們 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比子說 我們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使者就跟他說 你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 我就是馬曹 馬曹就是馬房裡餵馬的東西 不是馬房 睡了一個小小的 一個籃子 一個木架 可以放草 因為這個小小的 馬曹給餵馬的 就是可以放一個嬰孩 所以耶穌出生 就是放在馬曹裡面 肯定不是乾淨的 肯定環境都是很粗 在一個骯髒的狀況 他說這就是記號 包著布 躺在馬曹 因為沒有嬰孩會放在馬曹裡面 那些嬰孩當然是在家床的 然後有一大隊天兵 忽然間出現 同天使讚美神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就是說到 在天上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什麼人 是否所有信耶穌的人 聖經說他所喜悅的人 你發覺聖經很多時候說到 神的祝福是臨給什麼人 是祂喜悅 還有愛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聖經是沒有說到 你只信耶穌什麼都不做 你會得到神的祝福 聖經是沒有這些經文的 聖經是說 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生 未曾想到的東西 你先求神的國同意 你一切交給你 你遵從神 就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之上 所以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是愛祂的人 神所喜悅的人 聖經說到喜悅 神沒有說到所有基督徒都喜悅 甚至在啟示錄說到七教會 耶穌說到 這個老弟家教會 不冷不宜 祂說我要從我口中將你套出去 你們不冷不宜 有些人說是信耶穌 但耶穌未必喜悅 聖經說到喜悅 是一定是遵從神 愛神 侍奉神 榮耀神的人 這些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們都要做神喜悅的人 不要只是做信耶穌 不要只是做信徒 有些人覺得很吃虧 信耶穌又要回教堂 每個星期用了 有些人真的很準時 一個小時而已 他回到來 來到一個小時逗留 接著就離開了 是給了時間給神 他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但其實這個時間是給我們的 當然也是敬拜神的 但很多人覺得我已經給了神 我還奉獻了錢而已 有些人奉獻 但是他覺得我本來不用給了 我一給了就很好 他以為我已經很愛神 但其實耶穌是要求我們什麼呢 他說 你不背起十節的 跟從我的 不背做我的門徒 就是說我們真是全心愛神 這些人就得福了 你想得福 聽完耶穌說 遵從神 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神一定會喜悅 接著天使就離開他們 升天去了 如果我在這裡 我一定會說 天使 拜託等一等 第一 我都會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關於耶穌的東西給我們聽 可不可以說給我們聽 天堂的東西 我都會很有興趣 想知道的 或者我會問他 你知不知道 神給我計劃是什麼 這些都是我會想問的問題 不過神是會指示我們的 不過如果我看到天使 或者耶穌我一定肯定會問的 待會那個錄音 你會聽到這個人 是領受到神的聲音 關於我和他們的時工 也會稍後我們會播放的 那牧羊的人就說 我們去伯利行看看 這個反應跟祭司長和希律 就完全不同了 我們不如去看看 看漢漢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主告訴我們這個好消息 是萬民的 就是這個主基督 我們的救主已經降生了 牧羊人聽到救主降生 就相信並且去看 平安歸於神所喜悅的人 神喜悅 愛祂的人 愛祂的人 遵從祂的人 神才喜悅 然後路加福音二章十六節 我一起讀 他們急忙去了 就尋見馬利亞和約室 又有那嬰孩 我在馬曹女 既然看見 就把天使論者孩子的話傳開了 凡聽見的 就差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利亞卻把者一切的事 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這裡他們就急忙了 這個又是一個反應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去找馬利亞和約室 就是他們不遲言 不會說 先等到天亮 現在趕快趕快 他們沒有 他們立刻就快點去 去找 因為這個這麼好的消息 真的要找一下 路加就沒有記載他的反應 其實很多 聖經裡面很多東西都沒有記載 其實我就會很想記載一下 如果我是當時在場 我就會很想記載一下 耶穌和普通英雄有什麼不同 馬利亞和約室說什麼 因為聖經是很簡潔的 也當時他們寫文字 不像我們今天那麼容易寫的 他們是很困難的 當時他們有一種草 即是一種草很闊的葉 可以寫一些字 但不像我們今天那麼方便 他們看見了 就將這個天使論 這個孩子的懷疑傳開 即是說 他們沒有說他做什麼 在哪裡傳 不過傳開 不只是傳給馬利亞和約室聽 他周圍傳 所以他們一定是帶著興奮的心 去傳開 聽見的人就詫異 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就很驚訝 他們的反應 跟耶路撒冷的人不同 首先我想讓大家知道 耶路撒冷的宗教氣氛是不同的 因為祭司和法利賽人的影響 所以他們是很緊的 耶穌的事奉的時候 祂主要不是在耶路撒冷 祂主要是在北面加利利 祂是過節才來到耶路撒冷 因為耶路撒冷的人很乾硬 在巴利行的地方 那些人都不像耶路撒冷那樣乾硬 其實是很近的 耶路撒冷和巴利行是很近的距離 那他就在那裡傳開 那些人都很驚訝 很詫異 就他們所說的話 而瑪利亞就另一個人的反應了 瑪利亞怎樣呢 就將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他就整天去思想 去想起什麼意思呢 這些牧羊人一定會告訴他 天使告訴他 為你們生了救主 是關乎萬民 所以他會記得這些說話 他會思想這些說話 也記得天使一直讚美神 並且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他會思想這些 又有天使出現 他會思想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看到 瑪利亞是到了耶穌被釘的時候 他依然在耶穌的十字架之下 即是他一直相信這是救主 他亦是受苦的 因為阿娜跟他說 將來他會受苦的 因為他這個兒子的緣故 他會好像被刀刺透的 因為他的兒子會被人傷害 被人殺死 但是瑪利亞他堅持一直信靠神 也都知道耶穌就是救主 那麽洋人聽到救主降生 就很單純地相信 其實他的對比是甚麼呢 世思就很莫不關心 這個希律就公於心計 正是掛著我的王位 百里行程的人就掛著 哇 糟了 那些羅馬人來殺我們就很慘 就只是想著世上的東西 但是牧羊人就很單純 我希望大家都很單純 相信全心相信神 就跟從神 就不要被世界影響 我很感謝神 神給我很單純的心 當我聽到有神的時候 我是馬上去研究 我研究之後 其實我都反覆思想反覆研究 我不是這樣一次研究 我是很多次研究 會不會被人騙了呢 但後來當我思想那些 聖經的預言 我發覺是 是很清楚的 是很肯定的 所以我是知道 真的 那些預言是應驗在耶穌身上 聖經是真是神的說話 所以我是很相信的 那我很相信呢 我又想到全世界的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神是真的 正如我還沒信主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說 我就跟神說 我那時信到耶穌沒多久 我就跟神說 我說神啊 如果是你想的話 我願意做牧師 將來 那這個就是我一初信的時候 有這個心 而後來我經歷聖靈充滿 我就更加熱切了 就是更加熱切 哇 神的靈可以這樣臨在 我就很想將 聖經的真理傳開 和聖靈充滿的幫助 那也都呢 神就教導我 很多的教導 經常都有新的教導 我多謝天父給我 很多的教導 叫人呢 每天享受神 你每一次贊美神 神都歡喜 因為一杯涼水 祂都歡喜 所以任何時間 我們贊美神 神就歡喜 做神吩咐的事 神就歡喜 這樣呢 神就時時歡喜 我們也都時時蒙福 這個就是我很單純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是很單純的心 就是說走耶穌的路最好 什麼問題其實都無所謂 多數人是 為何無力呢 唉 人們對我不好 環境困難 自己內心世界 不開心 經常被人 環境被自己困住 經常是不開心 經常是生命不能夠發 即是不能夠發揮 以及得不到耶穌的祝福 是很慘的 但是我來說 其實我受過很多迫迫 我受過不少的傷害 但是我在傷害過程 我堅持神一定幫助 神一定開路 我相信神一定開路 神真的開路 一步一步開路 是很大的開路 而今次這個事工 一個新的事工 更加一個很大的開路 這個就是神預備的 這個就是我的心信 總之走神的路一切都行 我希望大家都有單純的心 你心中你掛累些甚麼 你想想你掛累些甚麼 可能照顧父母 可能經濟問題 工作問題 人際問題 其實甚麼問題 或者有些人很差 甚至有些基督徒很差 這是祂的問題 我需要揹著 祂的問題 我不用揹著祂的 我們就單純地知道 神這麼好 這麼有權能 一切在祂手中 我就聽了神話 我尊重神 神一定保守 一定祝福 那我就甚麼都不用擔心 我真的發覺 我一生是不斷祝福的 我多謝天父 時時都感謝神 我都希望大家 真是全心感謝神 我講一個很短的見證 在這個時候 就是神的祝福 真是很奇妙的 我之前已經試過一次 在鴨寮街 掉了個銀包 這是我的不小心 居然有人會拿回警察局 這是很奇妙的事 鴨寮街不見了 肯定 人家一定拿了錢 然後扔掉它 而我剛剛前兩天 就去到大嶼山 大嶼山的那個貝奧 不是貝奧 那裡不是貝奧 銀礦灣 是不小心 那張身份證沒有擺好 掃揚的時候掉了在地上 後來發現沒有了 就很擔心 很擔心 就不知怎麽算好 那 我的心就不是擔心的 即是我的人 不會很大擔心 我就說 就去拿回就行了 那 我們就 總之 在那時就報警了 打電話去報警 然後就問他有沒有人撿到 他說沒有 那你可以先報案 那就報了案 用電話報案 只要用電話報案 然後就 接著下一件事 就不如走一轉看看 走一轉 即是沙灘 有多少人走 那些沙也掉下去 那些沙也蓋住了 他走的時候 我也跟Shirley說 看路旁希望有人 撿到擺在這裏 我亦都祈禱阿神 求你幫助 他走到那一條路 旁邊離開大約有 也有幾米遠 我想有五米 五米遠左右 或者這麼多 就有一張桌子在這裏 Shirley先看到 有一塊石頭 摘著一張紙 他就走下去看 是否落對才看到那個身份證 之前看到的 因為那個人很小心 他找一張紙 墊底 又找一紙蓋住的身份證 剩下我的樣子出來 一角 由上高擺一塊石頭 而且是過了一晚 是我前一天的 接著他下去看到 很興奮 我就叫他拿紙上來 我看看紙有沒有寫 是沒有東西寫 不過當時我沒有想到 其實我可以寫一些紙留在這裡 謝謝你 真的很感激你 把這個找到的身份證 很感謝天父 這真是我的神跡是累累的 之前一個很特別的神跡 是甚麼呢 我坐飛機去宣教 誰不知中途是 看錯時間 想錯時間 計錯時間 飛機走了 我還坐著 我還坐著 我坐著 我坐著 但飛機已經飛了 我去問 他說飛機走了 你沒有人發的 你要再買個飛機票 他去問 總之打來香港 他們問 都是很困難 很困難 然後我又祈禱了 神啊在你凡事都能 在那時候來說 真是沒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 飛機走了 有什麼辦法呢 然後我又再跟那個人說 我說麻煩你再打一次 他說 我已經打了 沒用了 我說麻煩你再打一次 他就好了 再打一次 一打一次 眼睛大大 口又抹大 哇 很驚訝 飛機回頭了 這就是我遇到的神跡 後來問人為什麼飛機回頭了 因為飛機不能起飛 因為我不在 飛機不能起飛 我只是說聽神的話的人是很奇妙的 待會那個見證也是 那位老師很特別的 是神叫他聽我 看我如何為人祈禱 然後他經歷聖靈 然後他就… 總之一切的連接就有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都好像馬利亞反覆思想 亦都好像那些牧羊人那麼單純地相信 反覆思想神的恩典 即是二牧師說的都是真話 反覆思想神做這樣的功 神都在你們生命中做功的 就相信 單純地相信 總之我聽神說神一定祝福 我就不用擔心 很多人就說 哎呀 我不能單純相信相信 因為家人罵我 因為家人很煩 因為家人很難照顧 因為那些人對我不好 都是總是這些說話的 其實我也有經歷 但我總之說 人害不了我的 不用介意的 不緊張 不緊要的 我的心就輕鬆了 然後他們就行動回應 去找耶穌 而且帶著興奮的心情 這裡的聖經是沒有說的 不過為什麼我知道他興奮呢 因為他就傳開 四處去 夜間間 夜媽媽 那些羊是怎樣的呢 可能有一個牧羊人留在這裡 看著羊的可能 四處去 那就是 應該做的 就是本來應該做的 他就不去做 然後四處去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種 興奮的心情 很開心的 哇 關乎萬聞 也是神簡選這幾個牧羊人 因為他們很單純的信心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的 那他找到耶穌 變成帶著興奮的心去傳陽 聽見的人都很詫異了 人對於耶穌的不同反應 在聖誕時候和平時有什麼反應呢 有些基督徒真的不冷不熱 為什麼會不冷不熱 有個神救你 有天堂這麼好 真的有個神掌控一切 凡事能夠幫助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不冷不熱呢 就是人的心肝硬 就是真的很多基督徒不冷不熱 其實你看到 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是多過熱心的基督徒 所以你說為何會這樣呢 有時跟他說神很真的 神真是祝福的 神真是幫助的 神真是有天堂的 有些人聽到好像沒有感覺 這個人的肝硬 有些人會悔改信主 這個非常好 但是有些基督徒做什麼呢 做一個基本的信徒 他又不是離開神 他又不是離開教會 不過基本信徒 在這裡坐在這裡 大家看到了 好像半盒眼睡的狀態 我希望大家聽到都不要半盒眼 半盒眼睡 我自己如果真的很睏 我會站起來的 讓我自己沒有睡覺 或者自己打自己 總之不可以睡覺 聽到的時候不可以睡覺的 絕對不可以睡覺 眼睡就要起床 好了 接著怎樣呢 第二的反應 是一生適奉神 哇 神這麼好 我一生適奉祂是最好的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 還有極度的感激和愛神 神真是好到不得了 哇 神真是好到不得了 我自己是經常都很感激神 我很喜歡神 我喜歡神 神的同坐是很真實的 我預備訊息 我就在那裡唱 阿里路亞 我就很開心 我什麼時候一唱歌 或者一想耶穌就很開心 這個就是 對耶穌感激 必然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我講一講那位老師 他第一次 我祈禱 是神叫他 因為他那時候睜眼睡 他累了 他睡覺 他就不去看我跟那些人祈禱 但是他睡了一會兒 神親自跟他講話 為什麼你不去看耶穌師如何服侍人 他就跟他說 他也不動 他說了兩三次就動了 一去到 他就見到我跟那些人祈禱 他就站在那裡 離開我有幾米遠 但是他站了幾下 發覺站不到 他身上有很大的能力 去到他身上 而且他有經歷到喜樂 他就回去 為那些小孩 和那些老師祈禱 他們都經歷了喜樂 他就問他 為什麼你現在回來祈禱 他都不同了 他就是我今天看到耶穌師 這裏就是當時那個人的反應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有神真是好 可以帶著神的恩公祝福人 可以帶著神的能力 是滿有神的祝福 我們要去想一想 如果沒有神愛會是怎樣的 沒有神 就是我們有神 沒有神是怎樣的 是可以沒有人愛的 有些人一生都沒有人愛的 就是只要做事沒有人愛他的 又被人傷害的 又被人罵的 是活得痛苦的 如果你想想現在沒有神 你會是怎樣的 或者被捆綁 被罪惡捆綁 各樣的困難捆綁 或者前路不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很多人 世上的人 經濟好他就開心了 經濟不好他就去前路亡亡 婚姻不好他又前路亡亡 怎麼算好呢 就是很擔心的 最慘的就是去地獄 如果沒有神 其實我們每樣都不是這樣的 我們有盼望 我們有人愛 我們有神愛 有有鄧英姐妹的愛 我們活得開心的 我們不是被捆綁 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前路是肯定的 神會一定祝福的 我們做的事 神一定喜悦一定祝福的 這樣是很不同的生命的 所以我是滿有盼望 滿有力量的 那怎樣才可以對神 有高度的感激和愛 即是有強烈反應 我們現在才看到 有些人沒有反應 有些人有反應 怎樣有高度反應 第一 所算處因 就是說神 這個圖那裡看到 有神的恩典降下來 有耶穌為我們死 又有教會 大英姊妹 牧者照顧我們幫助 我們有聖經 有神的喜樂 有太陽與水 供應我們的食物 有種子泥土 有神的 耶穌的恩公 耶穌的義婆 有聖靈的工作 又有各樣的恩賜 還有預備的食物 還有我們有健康 還有有機會存福音 還有將來有賞賜 這些一切都是 真的很好 我們想到將來去到天堂多好 我經常都很恨去天堂 雖然我不是想快點去 我是很想去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很喜歡去天堂 我求神很多次了 不過我又知道神有祂的方法 有祂的時間 不要緊的 神現在不讓我去 不要緊的 不過我去的日子一定很興奮 我們總是會思想神的恩典 那人就會起落和有力量 不是思想垃圾 很多人就思想垃圾 那些人很壞 很多事情要做 很麻煩 很多人就思考這些事情 我是不思考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我思考完處理 我就不思考了 我當時不見了身份證 我都說 總之去搞定 快點回去搞定 只是這樣想 我就不會擔心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不去擔心 起初一定有擔心 不過我接著盡快處理 盡快不要在擔心裏面 好了 然後想想 如果沒有神 我是會怎樣的 沒有神 我現在有的事情會是怎樣的 還有我們有神 讓我們輕鬆喜樂 尤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經常有喜樂 那些喜樂就湧了 我又很感激 但大家就算你未有 你就經常都說 我一讚美神 神就呼喚你 我就可以開心了 哈哈 其實我們也有好幾個人 祈禱開心 那你就保持 每天在家裡都是這樣保持 你就經常輕鬆喜樂 還有神每次幫我做了多少事情 譬如說 這個身份證不見了 神會感動一個人 這個人呢 如果惡作 就把你弄壞了身份證 或者賣給那些人 像我養的 騙人 這個是我的身份證 都可以的 有些人都可以這樣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神就感動那個人 不是這樣做 或者是很小心的 就是很小心的 就不是這樣放在地上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祈禱呢 很多時候我叫別人祈禱 不要聊天 麻煩你 如果你真的聊天 去後面 你要幫一個人聊天 在後面 為什麼呢 不要騷擾這個環境 因為一群人專心祈禱的力量 是大很多的 我們祈禱的時候就不要聊天 聊天就去後面 或者幫助人 其實那時候不應該聊天 是幫助人 那你就去後面那裡了 有些是輕度渴慕神 祂都總會坐在那裡聽道的 不過呢 就不是投入聽道的 然後呢 另一個就是 極度渴慕 以及招斯夢想 就是整天想著神 我真的一天想神 想很多次的 我有空就想了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我經常都想 我發覺是滿足的 就像這個新娘一樣 跑去新郎那裡 我們都是這樣渴慕神的 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聖經都說了 神啊我的心切勿力 好像六切勿溪水 詩篇寫二篇一節 好像六 六沒有水的時候 他們跑去 另外一個圖片是什麼呢 我們看那些動物片 有時有個很小的洞 有很多水在那裡 又不是很多 其實有些水在那裡 那些動物一直要走 因為外面的水已經乾了 但也有很多蜜蜂的蜂 在那裡想喝水 就是他們跑去水那裡 那些動物來呢 他們給那些風針 但是他們都要喝 忍著 然後又跑出去 即是他們都要隔壁給那些風針 然後他們跑出去 他們都會這麼切勿 那麼我們會不會這麼切勿神呢 這個經文說到了 六月三篇第一節是大衛的詩 詩篇那裡說到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尋求你 在乾旱皮佛無水之地 我渴上你 我的心切勿你 就是一個乾旱皮佛無水的地 我都渴上你 我很想有你 無論我們順景 我們應該依靠神 親近神 困難更加依靠神 有些人順景就忘記親近神 就會只是享受 到逆境就埋怨 我們什麼時候都去親近神 還有什麼叫愛神呢 愛神就是依靠他 神是我的一切 我相信神是我的一切 我們的事奉在神的手中 我們的路在神的手中 我感謝神給我們這個復興宣教事工 其實我們支持的人數不多 但是我感謝神 是有足夠的經濟 幫我們去十五個國家 是幫助一些國家 以及現在非洲的直播 以及幫這個新的事工 是給我們能夠有這個需要的數目 雖然是很慢慢緊 但是幫到那裡就幫不到非洲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奉獻 可以幫助 讓我們可以幫助到非洲 有最需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依靠神 凡事依靠神 神一定開路 以及親近神 讀聖經 你有沒有習慣讀聖經 待會看那些小朋友 他們真的每天讀 所以他們對聖經是熟悉的 時時討告 時時渴慕神 又歡喜神 有些人祈禱 但是他們不歡喜神 他們覺得是一種責任 但是我們以神為樂 神是我的喜樂的來源 以及遵從神 侍奉神 這個就是愛神 就是有行動的 這個就是大家討論 分組的時候討論 這幾個問題 第一 希律王聽到猶太人的王要降生 他為什麼會想殺耶穌 那個經文那裡沒有寫 不過你看到他想殺那些嬰孩 因為他疾到 他很想殺耶穌 我們看到第一種反應 你聽到耶穌會怎樣反應呢 第二個就是祭司 他很熟悉聖經 他知道聖經預言基督 他知道降生在白利行 但是他聽到基督降生是毫無反應 就是用一個比喻說 譬如有一個人 譬如古代中國 有時是預先父母已經安排他的結婚 譬如假設有一個人 他說你有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我以為你預備好了 這個很好的老婆 現在他會來這裡跟你結婚 這個新郎當然會說 是嗎 我也想看看他是誰 看看他怎樣 看看他怎樣相處 他都一定有反應 但這個祭司是沒有反應的 他們等了這麼多年 基督居然沒有反應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問題的方式 也可以用一個解釋的方式 解釋就是 希律王 為什麼會這麼妒忌 其實孩子長大了也要 二、三十年 他還怕二、三、四年之後 他會被人奪位嗎 這個祭司 他長大了也不一定會奪位 祭司 這麼懂聖經的 為什麼他會不肯去 就是沒有追求的心 有些人聽聖經聽很多 但是沒有追求的心 好了 牧羊人 是無知識的小民 他們沒有什麼知識的 但是神派天使 去報信 耶穌降生的好消息 他們就很簡單 他們就有這個單純的信心 就去找耶穌興奮對全洋主降生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用這個 可以用這個牧羊人那裡 他們就很單純的回應 你就將那個經文解釋 你可以跟那個人說 你會不會像牧羊人那麼興奮呢 你會不會像牧羊人那麼開心 就去全洋福音 去看到耶穌的好消息 我就歡喜快樂 可以形容他們對耶穌降生的看法 接著第四 可以在小組裡去分享 還有 你應用這個PDF都可以跟別人分享 我們就反思想到救主 救我們去天堂的耶穌降生 我們會有什麼反應和思想 我們都可以分享給別人聽 或者是小組都可以分享 你想到耶穌降生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譬如你說 我真的很開心 不過開心得來 又不是最興奮的那一種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你們就說一下為什麼 我們怎樣 還有我們怎樣可以更加 有強烈的回應 對耶穌降生 對神這個這麼奇妙的救恩 有強烈的回應 並一投入 在我們這個復興宣教事功 去祝福更多人 神給我們這些機會去祝福人 我們希望大家都有珍惜這個機會 我們會看到會不會有些反應呢 我們對於救主降生 有什麼反應呢 我們一起起床祝告 求主幫助我們 也反思一下 我們到底是像欺慮王 像祭司 像牧羊人 瑪利 還是那些博士呢 我們怎樣回應耶穌 我們的心中 耶穌有多大有多重要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猜忍耶穌 為我們死一個很大的好消息 如果沒有耶穌 我們個個都要落地獄 但是我們有耶穌 我們就要盼望 如果沒有耶穌 這個世界只有越來越變差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變差 就只有越來越灰心失望 但是我們現在 雖然看到世界上這麼多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是聖經所預言的 聖經講到將來耶穌會回來 我們知道 我們在神的手中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面對一切困難都不用擔心 我們有耶穌萬事足 神能夠幫助我們在一切困難中都得力量 有力量 有喜樂 有平安 有神的計劃 就算家人對我們不好 就算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都不用擔心 因為神一定是開路的 所以我們可以活得開心平安 有喜樂有力量 在這一陣子我邀請大家有安靜的時間 少許時間反思一下 你擔心些甚麼 你對耶穌有沒有單純的信心 還有一種熱切的渴慕的心 欠缺了些甚麼呢 待會在分組的時候大家可以去思想去討論 但這一陣子你試試想一下 到底有些甚麼難阻礙你呢 而那些東西是不是一定要難阻礙的呢 有沒有辦法放手的呢 耶穌怎樣幫到我們呢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全能的神 亦都是愛我們的神 凡事都在你的手中 我們看到耶穌的降生 雖然希律想殺祂 但也不能夠成功 我們看到人做的事 不能夠攔阻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是必然成就 同樣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我們每一個都是很寶貴 我們肯走神的路 我們就必定被提升 我們就進入更高的層次 進入神更高的計劃 求主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不要被這個世界影響 不要被負面的人影響 不要被環境影響 不要被我們內心的擔心憂慮影響 讓我們真的說 神啊你一定幫我們 我們有單純的信心 好像牧羊人 好像瑪利亞那麼單純 去思想神的恩恬 即時有回應 神啊你一定照顧的 我甚麼都不用擔心 甚麼都不用怕 神一定祝福我們幫助我們 多謝天父大恩大愛 多謝天父和我們一起 祝福煩愛你的人 平安歸於你所喜悅的人 多謝天父 祝福煩愛 你們開心的 祝福煩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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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日快樂 祝福煩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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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